北京的心情之外者會在四十五歲時身體快速 體化 他們的北部也是地的流化 和相當流化的環境 協助他們的心路基金會 現在又欠四千多萬的經費 希望大家到三天 在心路新得早了 中心 特色上生的這裡的衣衫還有中藥 是鬧性麻痺的患者 分別是東都又急東都 自從去心路上學後 明顯變了開朗 這次也已經進步到可以說出完整個月 弟弟也對雞靈變了很有歡迎 媽媽很感謝有心路的協助 但不不用擔心 未來自己跟孩子老去的那一天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一直很擔心的 其實到畢業之後可以 可以去的地方又更少 對 又會少很多很多 像這樣 心情很愛吃 比一般人體驟二十年老化 四十五歲慢慢的進步六年 再加上照顧北部也變老 緊急相當老化的困境 心路基金火車出 大人心地重來吃重中 在幾岗超過十年的 學務對手不是教授 需要更多主要提供更加 符合輸給的幫忙 身體障礙機構收拖的對象越來越重 加上他們身體的機能會提早老化 照顧的這個需求就會更高這樣 剛才在座電視競爭中 肯定的演員徐緯寧 才會以基金火的愛心大災的新婚 好調民眾來幫助中多中外的孩子 走出生命的新路 當季到去生心中外的 福利 學務的新路 當年博物超過6,000個種外架構家庭 收到經費不好充電 到十月後4,000多萬的經費不足 需要國際來逗三天 記者 林鄉民朋友 做台北報道